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 好 今天的大盘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创了那个谍升反弹后的新高 我们看一下 谍升是在这边嘛 19682对 创了谍升反弹后的新高 好 那你有没有印象 上个礼拜四 当营件资产爆巨量的时候 我跟大家怎么讲 我说不要追了 你有听进去吗 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营件 你看哦 今天的营件 盘中跌3%多 好 那我帮大家换算一下 3%多如果用台股的指数来算 等于是跌了600多点 好 那反观你看 我带我们家族成员买的 什么股票呢 看一下电子股 你看哦 鸿海真的是太强了来 最高来到171 有没有 你看 这一波大家在害怕的时候 我在143带家族朋友做一个介入哦 你看143到今天创破断高 一张赚三万一 十张就31万了 对不对 除了鸿海之外还有什么 我说安控股 大家都在追营件的时候 反而我带我们的家族成员去买安控 你知道吗 今天涨停在家创破断高 我算了一下不得了耶 获利22% 好 除了这个安控之外 还有什么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你看哦 讯星KY虽然今天是跌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买在160有没有 我们160到现在这个波段 也是多少也是快20% 好 再来还有这个广环科 我们手上广环科今天整理完 今天又持续的涨停了 好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介入 我们在38 对 它创高回测整理完继续涨 那有人就问我啦 老师 你怎么会管外出 因为六月有电脑站 而且广环科它是营收这个 一到三月是成长的 所以我们在等待那个电脑站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股价会有一个比较强劲的这个涨势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今天虽然长了这个一百多点 但老师今天也有三朵花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你看今天其实盘中 有一个类骨突然窜上来 是什么类骨 就是机器人的概念骨 好 那机器人概念骨因为怎么样 因为Tesla二代的这个机器人 他在这个Tesla的电磁工厂 学会了什么分装电磁 它比以前走得更快更稳了 好 你看今天的所罗门 所罗门今天还是就是这样 这个消息出来它直接暂停 好 还有什么我们手上的核春 也是这个是我们机器人概念骨 那还有就是我长期的这个 我们核心磁股中光电 大家都知道中光电还没有出 好 那我中光电我是买在哪 我买在77 有没有 因为它是机器人概念 它也是这个520的政策做多 所以我在77买 你看它创高回测整理完 我告诉你 中光电这档个股它很奇特 它虽然在这边震荡震荡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 投信天天买 外资天天买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只是整理而已 我觉得它整理完还是会持续的向上 所以你看今天的机器人 所罗门整理完续涨 河春也是涨停 再来新汉也是涨停 所以这验证了一件事情 其实今年的行情真的很大 就像我说的 今年任何一个时间点拉回 都是要做买进 好 再来你看 昨天跟大家讲的 记忆体涨价概念 这个都是今天的强势个股 好 昨天记忆体涨价十全 今天还是一样 你看 今天还是持续的上涨涨停 好 再来还有什么 这个广影 一样跳空涨停 你看 这就我说的 其实这个盘 如果你追高沙滴 其实很容易就被嘎空手 好 再来这个盘也是不能嘎空 这个盘也是不能放空 你放空也是一直被嘎上去 最好的方式 这个盘你就是要 第一个 你要低接 跟我一样 我这一波带我的家族成员 我就是不断有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低接 低接转强的股票 再来我要买什么 我要买未来有能见度的 这个才会是你致富的密码 好 再来你看 AI概念股 你看台积电鸿汉 这个都持续的上涨 所以这个盘 就我说的520行情真的很大 好 那银件股大家有没有影响 我上个礼拜四就跟大家说不要追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银件股 你看今天的银件股 你看今天盘中大盘涨 可是银件指数确是跌的 好 你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整个银件还是很强对 但是我第一时间发现爆大量 我就提示大家不要追银件了 反而要回来买什么低位阶的垫子 对 好 你看今天国件 国件我讲过 我上个礼拜我怎么形容国件 我说国件 你要买的时候是在3月底 我22块到25块提示 天天提示 我提示了一个月 它从22涨到42 这个坡都快翻倍了 对不对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国件爆大量的时候来 我是跟大家讲 我说银件不要追了 你看有没有爆大量 上影线爆大量 对 量价关系 我觉得不要追了 对 你看如果你有听进去 从上个礼拜四到现在 价差也差了12% 好 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远雄 它股本够大了吧 你看远雄今天也是跌 对 有没有 你看上个礼拜四 是不是还很高 张厅 那我也是很有勇气 跟大家说 我觉得不要追了 你看今天跌下来 对 两根黑K 对 好 再来 还有利期 你看5512 5512 你看利期 利期你看也是这个破线 所以就是这样 这个行情 散户很容易怎么样 追高 然后股票一不动 你就杀低 所以这时候最好的方式 你就是第一个你低结 很多你很多类股 对不对 你就做一个低结 你不要去追高 这样相对会比较安全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个行情还是520 还是会持续的升温 昨天我跟大家解释过 现在蛮多人犹豫不决会说 5月要卖股 但是我也跟大家 我给大家做验证 其实你看 从这个 这一些 从2013到2023 这十年来 其实5月上涨的几率是63% 反而我觉得 我反而是觉得说 我们要积极的把握什么 积极的把握资金翻倍的机会 震荡出标股 对不对 好 再来 美国经济就是降温 所以连准会 它预计 大家都预计连准会会降息 在下半年 所以你看这几天 美股就在涨 好 再来 你看这个就是上个礼拜 对不对 当营建股在涨的时候 我反而跟大家说 来 营建股位阶高了 不要追 对不对 我们反而要低阶什么 你看像这个电子股 我是不是跟大家说 电子股要低阶了 再来 苹果AI手机要来了 脑老牛要翻身 对我们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每一次的低点 我都帮大家掌握到 你看当时 有没有 4月22 对不对 跌升的时候 跌到这个跌700多点的时候 隔天 我还跟大家讲 我说 跌升过后 对不对 上涨的几率六成 对不对 好 你看 当日跌幅600点以上 一个月后的涨幅是5% 那我们现在来看 是不是都像我说的 当日跌幅600点后续的涨幅 是不是超过五成以上 现在又涨回来 对不对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你全部卖掉 你现在是被嘎空手了 对 好 再来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当时跌的时候 我怎么说 我说台湾的景气是好的 因为我们的外销订单是转正的 好 再来库存我们台湾也改善了 有一年库存改善 大盘是涨两年 所以当时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对不对 轻松减钻石 对 好 大盘 对不对 整个经济就像主人 那大盘就是小狗理论 对 好 你看 台湾当时是超跌 那超跌的很厉害 它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你看现在是不是回归基本面 当时1968在这边 一万九千两百多点的时候 你把我的话听进去 我带大家买什么 买鸿海 对不对 我说大家恐慌的时候 我带你贪婪 我买了什么鸿海 来我们来看一下鸿海 如果你当时有听进去 有跟上我的脚步来 你看 当时鸿海140 对不对 你看140到今天的170.5 对不对 一张价差三万零五百 你看 像鸿海这个股票 股本很大又安全 所以很适合重压 你有没有印象 当时我跟大家讲 如果 对 大盘跌到这边 你害怕 那最好的方式 第一个 集中档数 你把档数集中 就是可控的范围内 好好的选一档直优的股票 你重压它 资金才能快速翻倍吧 你看 当时我蛮多会员 他就进来跟上我买鸿海 你看一张三万零五百 很多人买五十张 十张 你看现在是不是笑得很开心 对 你看 就这样短短的每几天 我们已经获利了22%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当时我在介绍鸿海集团的时候 对 我说鸿海集团 我是看好的 因为有搭上GB200的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 来 9点26分 我发给我们的家族成员 我说来 恭喜我们的鸿海到哪里了 170.5了 对 获利22%是可以续报的 好再来 今天晚上苹果要新品发表 那鸿海不只是AI伺服器供应链 它也是苹果供应链 好再来 你看当大家都在封散烈 我也跟大家讲 鸿海它有散烈 有没有 好再来 来我们看一下 那鸿海除了这个苹果供应链散烈 加AI伺服器之外 电动车它也有这个 他们也有这个跨路 对 好再来 你看筹码的部分 你看外资投信都持续买鸿海 来 当大家恐慌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 来跟我买龙头骨鸿海 当然我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带大家买 因为当时我在做别档 好那我带大家什么时候买 创高回撤143的时候 精准的买点 第一位接起掌 来买的时候 来154 有没有 好再来 涨到多少 143到152 我还是持续的跟大家说 看好它 好再来 143到156的时候 对 我还是持续的报劳它 好再来 143到161的时候 我还是跟大家讲 我还是持续的看好 好再来 当时在161在过前高的时候它会震荡 我说震荡完还是会挑战新高 有没有 好你看有一天跌下来跳空向下 大家害怕 我说没有 这个它跳空向下 它震荡完我还是觉得它会挑战新高 因为它会比较广大 它是最便宜的伺服器概念骨 有没有 好你看在159的时候 我还是续报 对 好来 昨天166 我们波段获利17% 我还是续报 好今天到170.5 我们已经正式获利20%以上 我还是持续的看好它 来 今天有一个美系外资 券商 它这样看 它调高鸿海的本益比到哪里 14.8倍 所以我换算了一下 其实跟我心目中的目标价是一样 因为你看 伪创本益比19倍 广大20倍 其实鸿海的本益比还是太低了 所以像它的话 我觉得以现在来说鸿海是多少 鸿海171 对 我还是觉得它还是相对便宜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追买了 因为第一时间最好的买点是在140 143 这个时间是最好的买点 所以我常跟大家说 跟我第一个买低 因为我习惯买在创高回测买低 我觉得买低才能享受波段的利润 再来 你要买什么 未来有产业前景的 跟什么下半年的旺季 这样你才能抱得不害怕 对不对 再来适合重压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 我说鸿海概念股 整个鸿海集团是这一波 对不对 跌升的时候 我带大家重压的集团股 好 你看除了鸿海之外 讯行KY 有没有CPU概念 我们也是买在160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虽然它创高这边有个回测 但是今天收下影线还是不看淡 整个集团鸿海集团股 我还是持续的看 好 好 来 那这个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等一下回来我要跟大家公开 就是上个礼拜 我跟大家说 我邀请大家来 我上个礼拜不是跟大家邀请吗 我说底部起掌波段的第一支 我已经上车了 我邀请大家上车 对不对 好 那我也恭喜有上车的 那今天呢 这档格股真的是太强了 它这个就直接盘中挤拉到涨停板 那我算了一下才四天就获利多少 22% 好 是哪一档呢 休息一下 回来老师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 投顾公司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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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 或执行交叉 遇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 关心您 好 欢迎回来 我给我的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 跟我的这个会员都是最好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你看昨天呢 我第一时间哦 就跟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说 不要追银件 反而要买什么 记忆模组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哦 我都会在适当的时机 做适当的提醒 来 你看 昨天十点 第一时间 就跟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说 来 不要再追银件资产了 有没有 我们来这边把我放大 不要再追银件资产了 反而要买什么 来 你有没有看到 十全 维刚 有没有 十全今天 你看十全今天 其实他今天还是持续的上涨 他开多少 他开多少 来 开109 对 所以你看我Light粉丝 你看我的Light今天还是会赚嘛 对 好 再来哦 你看 再来还有什么 其实还有这个维刚 我们看一下维刚 维刚其实今天也是持续上涨 有没有 涨5% 有没有 所以我是啰嗦的 我给我的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 都是最好的 好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这个 当这个四天前 大家都在追逐银件 别人在买银件的时候 我反而说什么 我一直说银件不要追了 因为我很怕你去追高 会变成什么 当时大家去追这个亚历一样 当时呢 有没有 我在这边介绍亚历 长多了 我说不要追亚历 整个就跌下来 亚历跟什么大亚 其实这种传产股就有这种现象 一窝蜂进去 谁都不知道谁会是最后一只老鼠 反而大家在追银件的时候 我买什么 我说银件也需要安控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今天就要公开我介绍的这档 你看当时我介绍说来 银件也需要什么安控 而且我觉得这个安控很重要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好 来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说这档个股 大家都在追高值利率 银件涨是因为高值利率 我说这档也不输 它值利率8%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档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6419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特别会员手上的股票 有没有 今天793 四天前大家在追银件 我在这个时候带我的家族成员 我们买金城科 好 你看四天前你买银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四天前 哇 银件好高哦 国件在这边 对不对 好 四天在这边 对不对 没有涨 反而我们的 你看金城科 有没有 我在这边买 买了之后涨停 好 创高震荡 今天再涨停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我当时跟大家讲 我买了之后涨停 来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买了之后涨停 好 隔天 对不对 涨到761 我再开一下 有没有 好 那今天呢 793 好 你看 这个是5月7号 有没有 恭喜我们的特别会员 有没有 我们波段获利21%的续报 好 再来你看 我买的位阶是不是都相对低 对不对 好 有没有 金城科 好 来 当时买隔天继续涨 有没有 赚16%有奖 好 那昨天呢 他创高回车留一个下影线 那今天呢持续的创高 你看法人也才刚买 好 那我们用月线来看 我说他月线才刚做一个N字型的突破 而且大户持股人数才两个人 这就是我说的 有时候就这样 当大家一窝蜂在追买高位阶的时候 反而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 毕竟股票市场赚钱的只有10% 你想法永远要跟别人不一样 好 那当然今天很多人又在追什么 就是机器人概念 我反而不要跟别人一样 我回来买什么 我来买这个汽车零组件 好 大家知道吗 其实最近最夯的一档股票是什么 来 1587 大家都在追买这个集帽 有没有 都说这档很强 我反而破解 我帮大家找到一档 我从基本面的角度 殖利率比他高 本益比他低 赚钱赚得比他多 位阶比他低 大家都在追买集帽 好 来 他就这样冲上 集帽也是说他有这个散热 好 来你看他毛利率多少 20% 对 他去年才赚0.61% 对 好 我帮大家找到这档 散热小标兵 我这次第三次买 他也跟集帽一样 有做车用交换器 那也有散热 那这档个股是明显被低估 如果用本益比来看 他比超重 双红他本益比比他低很多 而且他的散热也可以用在伺服器 好 再来你看 刚刚集帽他毛利率20% 这档毛利率30% 集帽赚0点多 他赚2.41% 好 再来你看 有没有今天冲上去 来 有没有头肩底打底完成 刚打底完成 周线有没有刚交叉 站上周的20MA 月线也刚站上均线纠结 大户持股人数才6个人 好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来 你要自负密码是什么 产业能见度高 低位皆赚强 你唯独选这种个股 你才能一直不断的创造你的财富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来 底部起仗 破断第一根 刚那档我已经进场了 想要上车吗 想要上车 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明天准时带你进场 拜拜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满牛 2781 090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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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